愛心Easy Cake 歡迎回來 Red笑齊齊煮 我是你的主持人 Mr. Red 你看到今天穿成這樣 都是充滿了愛心 愛心 愛心 今天教你們煮個愛心Easy Cake 為你旅遊而馳 讓我介紹今天的材料 Whip cream 500ml 麵粉 糖 Icing sugar 融化了牛油 4隻濕溫雞蛋 Display 我買了士多啤梨 要兩盒 很濃烈 這些就是放在旁邊做Display 這個心形多漂亮 這碗就放進蛋糕 黑桑子就放在Display 南妹 龍珠果 也是Display 橙色挺好看的 還有今天請給你們 白色士多啤梨 帶給我先 Only you 這些就是 斬了 這些就是切了 士多啤梨的頭 我浸了點水 我一會兒要點汁 I'll show you why later 那第一步 我們要殘忍點 我們要separate 蛋黃和蛋白在一起 make sure 他們不會接觸 記得 如果混合在一起 那就玩完了 然後倒掉蛋白 蛋白起泡的時候 就把糖放進去 幾秒就差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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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ret weapon 牙签 我会锁点洞 所以会多点气 设置焗炉170度 烤25分钟 首先要打一些cream cream一结了的时候 就倒一些icing sugar 打起了 展示给大家看 然后放进冰箱 冷凍会停一点 这个就是焗起蛋糕 多平多远 我会切三层 示范给你们看 这个就是我第二个secret weapon 切蛋糕的 这个面就会变成 底部 中间的块是会再薄的 慢慢的 温柔一点 整只手下去 所以托住它 给油 为什么我这样做呢 底部 就是最平的 所以底部做面 是最适合的 这部分就是我最喜欢做的部分 很好玩的 先倒少少少的士多菲利汁 刚才我们的士多菲利头 浸了水 斩了头 那些汁 好 给点心思 蛋糕会比较好 接着呢 就是放蛋糕里面 一些馅 除了你喜欢怎么摆 我喜欢摆 我喜欢摆 士多菲利 接着呢 我喜欢摆一些辣妹的 在中间 接着做中间这部分 又倒一些士多菲利汁 不要倒太多 会穿的 因为这部分是薄的 所以 势力少少 用手 轻轻轻轻轻 摄进去 接着 看着呢 踏上去 如果不停 那就推回中间 再用搅拌一点 接着 又来个 再重复 再加泰芝麻 加上去 再放士多菲利 这个真是像心形 今次加點黑桑紙 最後這部分就倒些士多啤梨汁 Here we go again 慢慢來 塞個手下去 拿起它 搭上去 如果不用擔心 因為可以從中間推回中間 差不多做好了 接著面上是茶霜 其實做蛋糕不用太完美 我自己覺得心意很家製 很有意思 朋友一看到就會覺得很感動 presentation time 我就喜歡擺個頂先 接著 我會放我的心 放進去 接著做汁筋 放進去 我會放給你 愛心Easy Cake 雖然不是很完整 但是有我的愛心 送給你們 雖然賣相不太完美 但是我放了我的心 但我把我的心放進去 你的朋友會令人欣賞 你的愛人會更愛你 我不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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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ers 嗯 嗯 You guys learn something from me? Eat a CSL me